怎么会说是还车变成行案呢 我们带您看到这个好心的李姓男子 原本还要帮朋友代还租赁的车 只是没有想到去演变成 和车行人员当场都起来了 原来是这个租车行的老板要求他说 你要帮忙赴你朋友欠十多天的车资 不过李姓男子就说 我朋友没有交代我啊 他还了车就想走人了 双方可以说是一言不合 当场扭打成一团 就连旁边小朋友看到了 好像也想加入战局 身穿白色上衣的李姓男子走进高雄市三明区 这间租车行原本是好心要帮朋友还车 没想到却被车行老板要求支付 迟了十多天的租车费 两位李姓的男子要还车嘛 那就是租车行跟他们谈不懂一些细节问题 发生争执 那所以跟出租人跟店家发生多 李姓男子因为有人并没有给他钱 还完车就要离去 却被车行人员拦住 双方一言不合扭打成一团 女员工拿着椅子助阵 就连旁边的小朋友也试图拿宝特瓶 想要加入战局 李姓男子被车行员工痛恶 为了脱困就拿出蝴蝶刀刺向其中一名男子的腹部 导致对方肚破长流 车行老板也被划伤 李姓男子又遇长的折叠刀 刺伤了店家里的菜姓男子跟高姓男子 目前双方均送医 到现场的时候双方都已经停止打架 不过现场还蛮凌乱的 李姓男子本来是一片好心 想要帮朋友大还车 却引发如此大的纠纷 更可能吃上杀人未遂的官司 现场还有小朋友在 整个场面非常混乱 实在是最不良的示范 中天新闻林郑和张行仪高雄报导 好特别